感謝您再次收看 一點都不浪費的敬哲解盤 今天一開始 还是要先跟所有 电视机前面支持敬哲的朋友 还有家族成员来报告 年度我们一年只有一次 那么一年当然就是在过年的前后 这些时间呢 敬哲比较有空 帮各位排下所谓三大课程 又要开始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我说过学习才能够成长 了解才能够重压 我想这是股票市场里面 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所以利用每一年农历春节的前后 我们年度的三大课程 请各位该回娘家的回娘家 该来现场的来现场 特别留意一下下 我要跟各位介绍三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这三个课程你会的话 你以后看任何节目都会很轻松 第一个叫两极指标 有人说老师指标我一定会注意哦 我先告诉你 主力如何画指标让散户看错 你以为你真的会看指标啊 你以为你买一台电锅 一个软体回去就什么都会啊 我告诉你啊 往往很多的过程啊 故意让很多指标呢 看错 各位有没有发觉这几天当中 你觉得他要大涨的时候 他就拉回来 结果咧 有人喜欢玩期货我们不讲的 你看又输了一大堆啊 你觉得他要大跌他又上去了 主力如何让指标让你看错 你把股票一卖他就往上涨 有没有发现了 你把股票买回来他就不涨了 所以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来谈 两极盘中流水战法 两极盘中流水战法 这样子一天下来 那么你拿50万当本钱 有的时候你只要懂得当冲的秘诀的话 一天啊 跑不了一万五两万 这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啊 两极盘中流水战法 教你当冲隔日冲 而且这个一定要交啦 这不交的话 老师跟你说一件事 你要说盘中大家来互相来联络一下 没那么简单啦 第三个当然就是产业选股的六大法 原则上产业选股出来 科技股一定有 那么生技股一定有 我想年度三大课程已经开课了 这是去年开课的一个盛话 欢迎所有朋友想尽办法 来到我们的一个课程 学习才能够成长 了解才能够怎样 不要说赚钱啦 你敢不敢买股票 不要说重压啦 你敢不敢真的进去买 所以我发现最近有很多 很多节目其实呢 我必须要很直接的跟各位讲 那么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啊 节目都没有办法连贯耶 第一个很多基本面也讲不出来 第二个今天涨了 明天股票没涨就忘记了啊 请各位留意一下下哦 最近的这个月 行情冬眠不绝晓啊 你最近一定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看到的节目 或者你跟到的家族呢 是每天一早到中午 就买了三支收盘再买一支的话 手上买了十几支全部都不会涨 你要特别小心哦 我先讲一下啊 如果你从早买到晚结果每一支股票 买了十几支都不会涨 上电视讲的还不是你那一支的话 这个节目你千万记得一件事 赶快把它丢掉不要再看了 这样的抠续你记得一件事 千万不要再跟了 第二件事情啊 我也很直接的说一件事啊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不把行情讲得清清楚楚 一下子讲大空 一下子讲大多啊 我告诉你 这样的节目你也不必看 我做事情一向干净利落 目前我们没有志勤跟成德 各位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这支股票很好 所以我涨也买我跌也买那不对 那叫赶死对 那不叫什么王子 那好的股票也买 不好的股票也买 那不对那叫赶死对 各位注意一下下 志勤也曾经这样子跌下来过 所以你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等一下还会告诉你说 去年我怎么去掌握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很直接让跟你讲完全避开 我将来还要再赚志勤给你 但是目前没有就是没有 我一定要话跟你说一件事 我当然等一下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 人家都说哇这根是大量了 那这根呢 这根不就更大了 有人说成德啊可以买回来 我说成德现在目前的走法也不太对 这根是大量耶 注意啊大量之后通常是会一直涨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人家是跌了之后是一直涨上去啊 他怎么到现在为止还在这个地方不动啊 所以我说过各位啊注意哦不太对哦 所以请你各位一定要好好了解哦 那么今天起还有旧金山肿瘤临床会议啊 所以号鼎呢今天是先行反应了 所以呢各位您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未来的静哲的三大课程里面 我们还是跟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不同呢 在产业选股的六大法里面 这三个都是我独到发明的啊 第一个是主力怎么用指标 不好意思讲让你看错 然后老师我买个系统好厉害 结果咧巴一次全部输光光 有没有这种买个软体巴一次全部输光光 最近呢 有啊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主力故意让系统错了嘛 他只要拉得高一点叠得深一点 你的系统就完蛋啊 懂我意思了没有 这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啊 系统就只是一个比方说100到0啊 他可以拉到110你就看不出来了 懂我意思了没有 以后再慢慢说 两极盘中流水战法 今天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还有产业选股六大法 所以呢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各位注意 台北股市最近整个大盘都在整理 中线也是整理 长线也是整理 行情东眠不觉晓 那只有一两支啊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支啊 会跑出来 所以呢我一直跟你强调 盘整盘整你一定要注意到 那个题材到底有没有 持续在做延续 等一下我们要跟你分享 这三档股票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来吧 你说这样的股市 大盘有什么好讲的呢 甚至我就直接讲一下 除非你是跟我股票的人啊 不然我就直接跟各位讲说 你根本连电视都不见得一定要看啊 来我问你美国股市 日本股市是不是上下上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偏向布局啦 但是是不是就是今天 我觉得也很难讲 因为它还是黑的啊 那偏向于这边呢 你应该要站在买方 但是偏向于这边要站在买方的时候 当天你又听到利空 所以你没发觉啊 全球股市都是这样上下上下啊 所以台积电呢 上下上下 我告诉你台积电前面不会过 那有什么困难的啊 我还顺便告诉你 道琼前面不会过咧 我还顺便可以告诉你 大盘前面不会过咧 所以我说过 这是一个来回整理的状况 但是请你注意哦 这里低档的时候 凡是已经有利空啦 像台积电今天法说会的时候 告诉你它赚了十块钱 结果外资来说有利空的话 往往领先股就先上去咯 往往领先股就先上去咯 那么请各位留意 在东眠不觉晓 行情东眠不觉晓的时候 往往大立光的表现 长期的表现 大立光你看到去年7月之前的高点都没过啊 汉维科去年7月在这里 早就已经涨了一大堆啊 往往在东眠时候的表现啊 汉维科会比大立光好哦 你不要说我没讲哦 你说老师那今天好不好 我想以后咱们再说 我慢慢的跟各位来报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你一定要记得啊 两级多空恒等式啊 这是我未来要在所谓的 当冲课程里面 要教大家的一个地方啊 注意哦 这叫做流水理论哦 流水理论会出现什么 盘整出标股哦 流水理论会出现什么 腻了也就是说行情呢 感觉上好像古后啊 比古王啊 会强一点点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哦 所以这叫做流水理论 什么时候涨古王 什么时候涨古后 这是讲最大的啊 那什么时候 玉金光比较好 什么时候大立光比较好 你要想办法跟上来 我通常认为大立光就留给法人做啊 所以你只要跟我盯好玉金光就可以啊 为什么这次我跟你讲 玉金光比大立光来得更好 你看12月份 11月份行情就知道了嘛 12月份行情 哎呦 就拍走了 同样1月份的行情也是很难做 可是各位看到没有 你觉得很难做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选的是玉金光 第一阶段很轻松吧 各位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盘整嘛 对吧 也是一个盘整 你从这里做到这里 是不是一样了 现在几乎把答案跟你说了 为什么它会拉回来 哎呦 老师刚才有告诉我 那个连美国股市都是来回整理 不用看太多了 连美国股市都是来回整理 我看到没有 台积电也是来来回回 日经指数道琼也是来来回回 那它当然也会来来回回 那我们去选一个 来来回回弧度比较大一点的股票 从六支停板 再来咧 我今天再解开答案了 如果你玉金光 十二月份 从九月份一路报到现在的话 假设你一百块买好了 我好像没什么赚到钱 因为我报上报下 报上报下 哎呦现在上去又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你要把它分成 假以丙 丙至一 丙至二 这样的方式啊 丙至一拉回 丙至二这样的方式去做啊 现在投资朋友 我每次提示啊 电视台说只能讲提示 这就是我现在不太喜欢上电视的原因 我每次提示呢 好像玉金光 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 玉金光我做得很顺手啊 你问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好啦好啦答案跟你说了啦 就在这里嘛 那你说老师我去做道琼指数 你开心就好 你日经也好 OK没问题 盘整的时候还有什么现象呢 还有未来题材会好的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说老师为什么霹雳一定会好 哎春节到了没 难道去年 褐碎片叫大稻成你不知道吗 难道三年前褐碎片叫做盛石传说 当时的盛石传说 也让那个霹雳表现得很好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春节的时候霹雳要推出奇人密码 光霹雳布袋系超过600万的支持者 200万的票房 我看这看下去不得了啊 你没看过犀利人妻的票房都是破亿的吗 你没看过赛德克巴莱 票房都是破亿的吗 所以我说过这次的文创概念股 你只要等到春节上映之前 春节还没到 利多出了没 春节还没到他已经赚了三块了 春节一到再加上那个票房 那不就是重点了吗 所以我跟你讲说各位啊 我们在帮各位挑股票的时候 元月份为什么只有他 可以从第一档一路上来呢 当然了 现在有很多游戏股 和文创事业结合在一起啊 所以我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买不到什么 买不到这个啊 跟他有授权关系的啊 买不到这个啊 跟他有授权关系的啊 所以我买了这一档这个 加減贪得不散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哦 这一档文创股啊 最近松山烟厂据说要重盖 来遮清楚一点 这一档文创股啊 欢迎所有朋友 想尽办法在元月份的时候 能够赶快介入 特别是利用他压回的时候 赶快介入啊 所以盘整怎么样 出标股 盘整要找 有延续性的题材 今天呢 这也是未来 我们三大课程里面 两集流水战法 盘整出标股 那什么原因 什么方式呢 以后在我节目当中 以后在我课程当中 想尽办法来帮助大家 这三档股票 欢迎所有朋友 想尽办法能够了解 跟我们一起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 全新完工 National 国家一号 2688 市场上的方法那么多 唯有两集战法 非学不可 市场上的指标那么多 唯有两集战法 破除迷惑 调领清晰 主力散户 两集相对 中生代大师黄老师 全新著作全力推出 让您洞悉股市功力倍增 非学不可 品封专线02 2957 1111 2957 1111 只做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品封头顾黄老师 唯一科技与生技专家 专研暴涨产业 寻找标涨个股 品封头顾黄老师 认真诚信 虚实操板法 掌握细微波 是您最佳选择 掌握标普 必先掌握品封 选择品封 火力 狐狐生风 品封头顾专线02 2957 1111 2957 1111 各位看关系听好 节电阿光我来了 举手之劳请关灯 节能减碳少不了 电器加装定时器 节电行动要做好 少看电视一小时 外出走走心情好 店员不用就关掉 收到账单没烦恼啊 没烦恼 更多节电省钱尿招 请上节约能源圆区网站查询 其实我们除了盘后以外 在盘中呢 58 你各位看到11点40分 你几乎都可以听到 我在现场注意喔 能够现场跟各位报告的话 那更是不简单喔 那么90在12点15分到 12点30分 这样子能够现场报告 那更不简单喔 甚至呢 在1点钟到1点15分呢 我们都在盘中的时候 还有甚至我在非常先进 人家现在连柯文哲都用脸书了 那我今天早上又加了一盘 特别是开盘的时候 去帮人家开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开盘出来的股票 你可以去飞盘看看 我开盘出来的股票 是不是党党都响叮当 是不是党党都响叮当 你帮我看一看 是不是当时我都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这种先打出底部 这种先打出底部的股票 请你要特别留意 甚至连这个我也提示给你 先打出底部的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所以除了这个时段以外 还有这么多时段 跟各位来好好的见面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 未来的盘中时段 因为盘中时段 我们要跟各位谈什么 两极多空横等式 我们要跟各位谈什么 谈什么要去当充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来 这几天我开始带领我家族成员 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大盘上下上下一直震荡 好啦 那有钱要不要赚 有钱可以赚 但是记得赚的时候 要快赚 速赚 赚了之后要赶快 因为我说实话一点 来讲也没关系 各位看一下 这个投信买的张数 实在不是很多 不好意思讲 基本面也没有很好 我给你赚一下就落跑 懂我意思了没有 这种基本面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说 最近行情有点闷 我问你一件事 新巨科目前还赔钱 你也知道吧 但是赔钱的股票 有价差能不能赚 我说过你拿50万出来的话 我举例 电视台都只能讲举例 这样也是2万多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说 其实赚钱有各种的方法 但是请你记得 代进一定要代出 涨也买 跌也买 代进不代出的话 那不叫做股票 那叫敢死 那叫冲锋陷阵 对不起啊 我认为这支股票将来有问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来问问我 我想我以后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了 对不起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个股票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稳 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机会 讲 各位看到没有 來4162志勤 我认为我卖在这边的时候 卖得非常的好 OK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认为我举例卖在这边 现在你看 讲什么 我经文局都要管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来 我们是不是有分享资料 现在讲话要讲分享 你当我是7UP的7期 每天在分享 对不对 有分享资料 对 特别是在选前一天 还有选举当天我也给你 我说选举当天 每一档股票你就可以看 我就跟你讲说请你注意啊 当医生会当选的时候 如果生技概念股机会特别大 你说老师为什么 柯文哲市长在他的证监会里面 讲得很清楚 他最看好了未来的青年就业 一个叫做南港生技园区嘛 一个叫什么 松山烟厂文庄园区 他现在当选的不就是这样吗 那请问一下医生当选 医生的股票不用涨一下吗 这里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帮你处分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各位看到没有 来 106的雅伯 53块附近可以给你介绍 现在他在整理 我说过又在整理了 又在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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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咧 有机会就赚嫁他 没机会呢 没机会就等他整理完嘛 对不对 各位看到没有 4180的安城好了 来 是不是一样 他还整理得比较凶 因为这边的时候 他的一个财务长离职喔 那你注意看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上下上下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我连转他两回啊 一模一样的模式嘛 亲爱的投资朋友 做股票 不要死报活报啊 各位看到没有 来 1795的美食好了 来美食 卖了之后就卖了 我就不想再找他啦 因为这里外资在买 对不对 这里外资就不买了 不买了 我就不用了 这不就是做股票最好 最轻松的一个境界吗 你跟他报的那个 报的那个 第九天长的 有人说生计股是个梦想 我可以告诉你 电子股也是梦想啊 如果有一天台积电 会不会有一天台积电 拉回来 也有可能啊 台积电这两天不就拉回了吗 有没有说 哎呦 老师那个 我们台湾的股票很好耶 难道你没看过威胜啊 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 这两三天当中 假如你手上的股票超过五檔 像我们认为四檔三檔就够了 请你今天赶快跟着我们 行情东眠不绝晓 该持股提检 持股提检 这是最后机会哦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东阳在处分治情嘛 那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一下 东阳既然在处分治情 两边已经吵起来了 那治情是个金基母 要不要再处分治情 要不要卖一卖 对不对 我不是说我是东阳会不会卖 所以我认为这个区间 看起来不太够耶 这里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量反而在缩耶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 特别留意一下下 我说这个股票也不太对啊 你看人家好不好 来我讲一个最离谱的例子 叫做基亚 他一打开之后 连续反弹 连续反弹 摄影师照进来一点 有没有看到 三天之内就过了第一天的高点 然后连续性反弹一直上去 这叫做反弹嘛 你各位看一下 他反弹一天就有气无力了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的利空 比方说可能林隆景 也就是承德的老板 他也不知道利空要来啊 但是林隆景知不知道 安静休息了 他知道啊 所以安静休息了之后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啊 对不对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治情授权伙伴 美国MerryMac公司 要共同宣布 1月15号到17号 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的临床总流会议 还有所谓的 这个胃肠号癌症年会当中 那发表这个P1 P2 本身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试验的结果 那必须要这么说 这个我们认为 未来的前景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次呢 有的时候期望过高啊 也会稍微先停顿一下下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一下来 这些全部都是证据 不能说证据 我不知道以后 有话不晓得怎么讲呢 还是 留给比较会的人去讲吧 每次讲不到两句话 就要写报告 这日子怎么过啊 这个就这样比 好不好 我们就当做这个节目 都是哑巴在做的 我们就这样比好不好 我们都是只有介入喔 只有介绍喔 介绍喔 各位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在听说什么 什么话都不能讲啦 买进卖出什么都不能讲 反正就是这样 节目咱们就通通都消音 好不好 然后这张图表 刚好印到这里 这样好不好 刚好印到这里 之后呢 电脑就坏了 这样讲可不可以 所以我就常常讲说 咱们这个国家 有的时候啊 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突破 我必须要很直接的 讲一件事情了 现在是九千多点 不是七千点不是四千点 九千多点的时候 你还有个大户条款在那边 谁要回来啊 行情难怪会冬眠不绝晓 行情连那个人家震动 人家还可以震动上下200点 我们连200点 都懒得震动了 直接停下来了 人家至少啊 盘整的时候心脏还会跳 我们的心脏连跳都不跳啦 所以我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 行情冬眠不绝晓 我们不要浪费任何时间 浪费任何理由 这个时间点 我们让更聪明的人 更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 让更 其实我是要跟各位讲 你不要浪费力气 我可以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现在有很多分析人员 现在正在头痛这个月的节目 应该怎么办 我就很直接讲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过我们这个月 我们进行年度三大课程来开课 所以一个分析师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休息很清楚喔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请你注意一下下 股票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休息 我们讲得很清楚 而你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休息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我不会因为说今天呢 各位你一定很喜欢我讲生技股 我就告诉你说 生技股呢 你今天非进场不可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话我也不见得讲得出来 但是好的股票 我一定会介绍给大家 就像刚才跟各位介绍好的 三个非常重要 三个非常重要的 新的未来的元月份的标股 而且元月份 未来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时段 我希望各位 一定要好好的一个把握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干净利落的方法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是个非常漂亮 而且干净利落的方法 台湾股市现在也开放 让您能够所谓的 可以这么讲 当冲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朋友 你也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然后呢元月份 比较会涨的 比较有机会的 通通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下 今天所交代的事情呢 两件事情已经跟各位报告了 我说的事情一定算数 第一个 假如你有超过十档以上的股票的人 我真的看到那个 早上也买下午也买 每天都在买 这一组买完了买那一组 那股票一大堆 然后打过去 没关系我们等 注意 行情有的时候不能等 越等啊 越伤人啊 我想我这样话跟各位说 如果你需要持股提前呢 你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 那么把股票换到这三档过来 第二个 为什么不能等 未来我的课程 时间够 讲得会更清楚 亲爱的投资朋友 就简单说一下就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来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 行情只剩下短行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两级战法当充隔日充 那么产业选股六代法 还有两级指标 我们家族成员 赶快回娘家 年度三大课程 敬则张开双手 等到春暖花开日 大家一起重逢时 并自负投资风险 清晨一起发生了 对待的火灾 是住人用火灾警报器 快把瓦斯炉关掉 怎么还有声音啊 快孙回首处时尊 还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 会随发出警报孙下 让我们有时间通知出来 的人赶紧逃孙 跟打一一九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 便宜又方便 安装住机器 安全无够逼 请购买附有合格标识这产品 并记得 定期更换电池哦 市场上的方法那么多 唯有两级战法 非学不可 市场上的指标那么多 唯有两级战法 破除迷惑 调领清晰 主力散户 两级相对 中生代大师黄老师 全新著作 全力推出 让您洞悉股市 功力倍增 非学不可 品封专线 02-2957-1111 2957-1111 只做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品封头顾黄老师 唯一科技与生技专家 专研暴涨产业 寻找飙涨个股 品封头顾黄老师 认真诚信 虚实操板法 掌握细微波 是您最佳选择 掌握标普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 哦 如果护照淫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 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 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 请上网搜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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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